如果说你来日照玩,想看大海,在哪个景区都可以 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赶海的话,那就一定要来到肥家庄 因为只有来了这里,你才能感受到赶海的乐趣 这里也是我每次来日照必须打卡的地方 不要名票,免费赶海 在这里没有大型的停车场 所以说很多游客都把车停到了路两边 只要有位置,你就可以随便停 停好车,穿过这条小道,再往前50米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在之前一定要看好潮汐表 如果想抓螃蟹抓鱼的话,一定要提前来 玩了也可以在这边支个帐篷,然后简单休息一下 八月的日照,确实太阳很大 但是你在书下面,依然都感觉到一丝丝的凉意 而且这边也可以往上赶海哦 也有很多人选择在这边录营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1点多 这边已经有很多游客了 不得不说,这边的沙滩,沙子确实很细 我个人认为是日照最细的沙滩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 这边有一大片很大很大的教室群 潮水退却就有很多的小鱼小虾 看远处,有人在挖沙,有人在赶海,有人在洗澡 来到这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这边的海水真的很清澈 是那种清澈垫底的感觉 像这些大大小小的石头下面 都藏着很多很多的小螃蟹 来这里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备好赶海工具 上面的胶石很锋利,不要穿拖鞋来哦 尽量穿那种带动的赶海鞋 不然真的是很容易把脚划上 这也是经验说谈 这边的小螃蟹很多 运气好的话也可以抓到大一点的 其实来这边赶海 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都出一种乐趣 想要抓到大货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来 赶到退潮之前 我个人认为最好是刚刚退潮 你就要去 来这边玩的人也很多 倘若带小朋友来的话 一定要看好这家孩子 到海水退去 很多的海货就长在这些石头缝里面 而且这些螃蟹爬的速度确实很快 有大的也有小的 但是如果说你来的很晚的话 那估计只能抓一些小的玩儿了 还有这些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海洋生物 像这种小的生蚝也是比较多的 为什么推荐大家来这里呢 因为在别的地方 我压根就没挖了什么东西 毕竟这里是免费的赶海鱼 有点小一小一下就已经很知足了 找来一点 运气好一点 也可以抓到大个头的 毕竟有小就有大嘛 海水很清澈 还有很多海货 就问你来不来吧 像这种水清的地方 一定要带一个大的仓夹子 这样才能抓到大螃蟹 千万不要用手去抓 因为石头很锋利 像这种鱼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好吧 本期视频就简单到这里吧 下一个视频 带大家晚上去赶海 去体验一下晚上赶海的乐趣 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 谢谢路哥所有所有的朋友们 下期我们再见 请我们下期再见